暗光35号演习 位在彰化的战备跑道 睽違12年举办战机起降演训 也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提早卡位 前一天下午就已经有军事迷 开着小货车到附近的土球站位 守候到凌晨还举办了烤肉趴 并架起了梯子升起国旗 要向飞观致敬 还有摄影爱好者12年前 曾经拍过战机起降 这回凌晨就来 当地还有居民免费提供自家的屋顶 要让大家看个够 拍好拍满 大批人潮从全国各地聚集 土丘上田梗间民宅 还有铁皮工厂的屋顶上 全被民众军事迷 还有摄影爱好者站好站满 全都为了争夺抢拍这一瞬间 国道旁人满回患 不少军事迷其实早在前一天 就来提早卡位 凌晨三点多 站被跑道旁的土丘上 比往常还热闹 这回聚集超多的军事迷 有的就地架起梯子 还有的直接就在货车的车斗上 架起长梯 摩拳擦掌准备拍出好照片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挂在最高点 要以行动力挺国军 军事迷惠的抢好位 得要比其他人早还要更早 当然这一等就得等上超过12个小时 该有的相机配备不能少 等的过程要是肚子饿了 怎么办 没关系烤肉架都穿本边 烤肉顺便连你都对了 对对对对 还有当地居民免费提供自家屋顶 两层楼高距离战备跑道不到50公尺 要让大家看个够拍好拍满 隔了12人机会难得 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来 高规格 然后又有一个F16新型的战机 那我应该是说先锁定它 关大家等的值得 演训期间听功作美 民众手中相机手机拍个不停 但就在演训后大批人愁散去 傻小的替代道路被记得顺限不通 就在演训结束后两个小时 彰化到园林封闭路段 已经全面开放疏解车潮 而今年汉光35号演习 再次启用国一彰化战备跑道 作为演练战机起降 回为12年后的场面依旧盛况空前 接下来到帽 正好不到